大家週末愉快 我是老船長 在這個股票市場 兩樣事情 每天都在上演 老船長 哪兩件事情 賺錢跟輸錢嗎 那你不是廢話 當然不是這樣子講 對不起 這兩件事情 第一就是貪婪 第二就是恐懼 那麼會貪婪恐懼的投資人 就把他歸類到輸錢這一邊 比較不會的 只要是人都一定會貪婪跟恐懼 程度的不同 明白嗎 除非你是機器人 機器人他不會貪婪也不會恐懼 好比說王冠AI系統 他就不是人 他不會貪婪也不會恐懼 那麼我們把它歸類在賺錢這一邊 只要你電視機前面的觀眾也好 手機你滑手機看我節目也好 你如果會貪婪跟恐懼 而且那個程度是隨著這個股市震盪起伏 你要注意你早晚一定會走向 沒有錯 歸零高之路 你不要懷疑 你不要懷疑真的 我們就拿星期五台北股市來說 你看到沒有 跌了兩百點以上 最多的時候跌到兩百八十六點 有沒有 哇跌死人了啦 好那你之前追的股票 今天就怎麼樣 完蛋了 所以今天完蛋的人 第一種叫做去貪婪嘛 追嘛 每天追股票 追什麼 追軍工股啊 對不對 追生技股啊 很多的老師啊 在表演8033嘛 雷老虎嘛 對不對 啊 這公司根本就沒賺什麼錢啊 對不對 各位看一下 這公司 前三季我講過 連一毛都賺不到嘛 股價高達四十幾塊 你愛玩嘛 你的老師怎麼樣 帶你去買雷虎嘛 是不是 如果跌死了 輸死了 那是你家的事啊 跟他沒關啊 如果說有漲的時候 哇耀武揚威 就是這樣 然後招收豬腦袋嘛 對不對 你看 這個在做頭啊 懂不懂 這在做頭 有本事你拉上去 給我看一看 讓老船長開開眼界嘛 憑什麼拉 哇這有題材 這個 哇無人機的老船長 你不知道喔 對啦 好啦你繼續吧 還有一檔股票呢 也是一樣 跟這個很像 它叫做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2731 2731 給你評判一下 2731 按錯了 按錯了 2731 戴上眼鏡比較穩 叫什麼 叫熊獅啊 開玩笑的聊一下好不好 叫熊貓好不好 搞什麼鬼啊 漲停板耶 C 這個20%你懂不懂 聽得懂喔 那熊獅有沒有賺錢 有啦賺鴨蛋 看好喔 前三季大虧7塊多啊 今年搞不好 虧掉股本都不一定啊 就算後面有拉上來一些 又怎麼樣 大虧特虧 你們喜歡去買 大虧特虧的股票 還喜歡追 所以我今天節目 一開始就講 貪婪跟恐懼嘛 貪啊 追啊 是不是你的老師 叫你去買的 對不對 然後漲停板 鎖住出來表演 招收豬腦袋會員 沒錯吧 我絕對不會帶會員去買這種 虧損大王的公司啊 你開什麼玩笑 前三季虧七塊多 股價高達一百多 還叫會員去追這邊 啊 是不是人啊 熊獅啊 對不對 哇 旅遊要開放了 你趕快去啊 國外很多在大流行啊 要不要去啊 現在的人 整體經濟都不好 旅遊 整個行業 一定是往下降 這個用腳趾頭想 人啊 很有錢 生活過了好 就願意花錢去旅遊嘛 當老百姓口袋都沒什麼錢 還去旅遊嗎 這個道理還要我教你 哇 你的老師叫你買熊獅啊 就變熊貓 所以你如果參加頭顧老師 交了這麼多的會費 是跟這種沒有良心的 對不對 或是叫你去買雷虎的 沒有出事還好 你注意啊 我先講在前面 老船長不會買後炮 這個雷虎可能在做頭了 因為公司沒有賺錢啊 聽到了沒有 這個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我講過很多次 只要是不賺錢的公司 只要是純草題材的 就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就這麼簡單 我絕對不會帶會員去買 這樣的股票 我喜歡帶會員買怎麼樣 有賺錢的公司 所以你會費 如果是交給這種沒有良心的 注意聽啊 貪婪啊 哇 這股票再漲受不了 自己不敢買 參加頭顧 老師叫我買 我就買進去 老師不會害我 結果你死很慘 那我的老師也死很慘 不會啦 會費都騙到口袋 賺得爽爽 節目上 你看 嬉皮笑臉 對不對 因為死是死你啊 所以你腦筋不清楚 是豬腦袋這件事情 完全獲得印證 不要懷疑 懂嗎 再去工作 六年再回來 那也是騙你的 因為基本上拍泥當 找不到工作的 老船長你 我怎樣 我都講事實啊 你不愛聽嘛 所以這個盤 總結 追高的 戲 還有一種怎麼戲的 很簡單 比如說 今天最強的是什麼 看一下啊 萬海 看好啊 這個大底各位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多 三個多月的大底 不可能今天就結束了 聽得懂吧 結果呢 你呢 不去做多萬海 你去放空萬海 被嘎死 誰叫你空的 要嗎 你自己空的 要不就是怎麼樣 投股老師叫你空的 就兩種可能嘛 對不對 那你去做多萬海 你是不是賺到翻過來 你會高興死啊 蛤 為什麼 因為台北股市 今天是大跌 兩百多點啊 你做多萬海 賺翻好高興啊 逆勢啊 各位 這有沒有量 這六萬多張啊 隨便你買 一張七萬多塊 真金白銀啊 拉上去的啊 看他不順眼 放空他 航運股怎麼可以漲呢 但是啊 殊不知 王冠低紅啊 老船長 你不要隨便亂講話 我不會啊 好 來 手指頭拿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王冠低紅 很簡單嘛 對不對 有的朋友啊 跟我一起操作啊 對不對 來 260 2615 來 2615 好 看到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是萬海 今天拉上來 對不對 請導播照最近 王冠低紅 放空他 找死啊 這是不是萬海 請照這 對不對 所以我說 貨櫃三雄 今天是王冠低紅 對不對 那 你們為什麼不買 恐懼啊 老船長 之前你看 套屎啊 一套再套啊 融資也斷頭啊 這公司這麼賺錢 貨櫃三雄 所以投資人都去買它 下場啊 用融資買就是斷頭 用現股買的話 已經套了半死了 所以啊 所以通通通都不敢 連看都不敢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啊 注意看 因為恐懼嘛 對不對 剛剛說你去追股票的 叫什麼貪婪嘛 去追雷虎嘛 去追熊師嘛 是不是 然後恐懼呢 哇 看到貨櫃三雄在漲 不敢買啊 怕得要死啊 但是如果你擁有 王冠 AI系統 你不會貪婪 你也不會恐懼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 我給各位看 你先看這個地方 萬海 王冠低紅 怕不怕 不用怕 就買下去就對了 再給你看 長龍 2603 泡泡龍啊 記不記得啊 萬海是海公公嘛 來 泡泡龍 王冠低紅 盡量買 不要怕 再來 陽明 陽妹妹 2615 一次送你三隻啊 看到沒有 王冠低紅 好 那如果你覺得說 這個高價位股 你實在是不敢買 那也有比較低價的啊 對不對 雖然它不是海運 但是它是陸運嘛 那陸運要幹嘛 你以為 你看到長龍啊 望海 陽明這些 這個貨輪對不對 上面的那些貨櫃 它是自己飛上去的啊 它一定是從陸地開始載吧 然後送上去吧 那這個過程是誰來負責 對 叫做2607 叫做2607的榮運 啊 看到沒有 第一根 第一根很多人趕快賣 所以有上癮線 你不要以為有上癮線就 Kalke 很多分析師胡說八道 它跟怎麼樣 你看嘛 2615 這也有一點上癮線嘛 對不對 那當然主角是誰 主角一定是貨櫃三雄 但是我說過 他們的貨櫃不會直接飛到船上面去 要靠榮運 所以貨櫃三雄漲漲 漲漲一定會跟著漲 反而 融運它是比較小支的 它 飆起來的時候 甚至會超越貨櫃三雄 以前大家都有經驗 但是為什麼你們都不敢買 因為這些股票都跌死 對你看榮運也是 之前有沒有 各位 這誰敢買 再講一次 幹什麼 恐懼 是不是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古海茫茫茫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投顧咨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向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 匯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大家要去想一個比較實在的問題 台北股市今天不是大漲 台北股市今天是大跌 而最強勢的是運輸股 是你們都怎麼樣 連看都懶得看他一眼的 貨櫃三雄 甚至怎麼樣 陸地的運輸股 這爺爺不疼姥姥不愛 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對吧 因為投資人的心態就是 你這股票跌跌跌的半死 我們都怎麼樣 絕對不敢碰 下都來不及了 還叫我們去買 對不對 一定是這種心態 可是如果你有安裝王冠 AI系統 你就不會這樣子想了 你看到怎麼樣 王冠第一紅 你就用力的買就對了 你不會恐懼 那現在老船長就請問你 你桌上有沒有安裝王冠AI系統 好像沒有 所以你絕對不敢買 甚至有一些人 賣在今天的起漲點 你看多可惜 再來看一次 這個起漲點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地方換成量 等一下 按錯字 好 來 看到沒有 各位我再縮小給你看一次 有沒有 這叫什麼 這你們學技術分析都知道 這叫底部爆巨量爆大量 對不對 這裡叫頭部 這裡叫底部 有沒有人敢反對我的 那如果這裡是頭部 那這裡是什麼部 神經病 對不對 這裡爆大量是頭部嘛 那這裡是底部 爆大量要不要買 要 結果呢 一上來 很多人都賣掉了 長龍泡泡龍 還沒有這麼漂亮 你注意看喔 但是它的量已經比前面大很多了喔 你看陽明 有沒有 陽明今天量就比較大 不管怎麼樣 貨櫃三雄裡面 萬海跟陽明是爆大量的 這是底部喔 都是底部 陽明的大量在這邊頭部 看到沒有 細有沒有 伴隨大量 所以你們每天在學技術分析 真正要用的時候 怕得要死 不敢用 所以散戶賺不到錢 對 那我剛才也給你們看了 王冠AI系統 這三檔 通通都在王冠第一紅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 2607是不是 來 2607是不是王冠第一紅 看一下 榮運有沒有 也是王冠第一紅 它是跟著貨櫃三雄的 不然我再講一次 你那些什麼貨櫃不會飛到船上去 懂嗎 好 那現在來了 有人就說啦 這個貨櫃三雄 明年又是什麼樣 可能不景氣 又怎樣 人家骨架都腰斬了 以萬海來講 萬海是從多少錢跌的 從300多跌到70幾塊 300多先腰斬再腰斬才是 股價腰斬再腰斬不算 反應利空也反應過頭了吧 對不對 好歹人家怎麼賺錢的 自己看一下 人家前三季賺了多少 30幾塊 你台北股市 它今年隨便繳拉拉也賺4個股本 一個賺4個股本的公司 股價只有70幾塊 我有時候覺得也是開玩笑 就算明年會衰退好不好 怎麼樣也70幾塊的萬海 也是便宜到 你看很多電子股 根本沒賺錢 那個雷虎根本沒賺錢40幾塊 你們都追得很高興 熊獅120幾塊 沒有賺錢還虧損大王 你們買得很高興 我問你熊獅好還是萬海好 萬海賺幾十塊 熊獅賠7塊多 都以前三季來講 2713 2713 再來一次 等一下 2731 今天腦袋有點秀斗 看到沒有 這個拉到120幾 你們拼命追啊 公司賺鴨蛋 前三季虧7塊多 2615 前三季賺30幾塊 股價才70幾塊 所以你今天去買熊獅 這真的很慘 一天招待兩隻 啵 捧戲 那是咎由自取 這沒有換 這有量 48000多張的人 全部套勞熊獅 這些人都是來股市 犧牲奉獻的 我希望你們不要做這樣的人 因為這樣的人在股市 我們把它歸類為什麼 對這邊看這裡 我常常跟你說你選嘛 對不對 這時候就有人心裡有疑問了 老船長 你們這個熊獅 王冠是紅還是黑 你注意看哦 我接下來要講的很重要 你要聽懂哦 來2731 來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看到沒有 熊獅雖然大跌 但是他還是多方架構 沒有錯哦 可是什麼時候買熊獅 這裡買 這裡買 我講過 你不要王冠 第2838紅 你再去買 我講了多少個月了 結果今天居然還有人去追熊獅 你要買熊獅 不是說不可以 就算他是虧損公司 只要他是王冠紅 你是可以買的 但是我在講 我作為一個分析師 我作為頭顧老師 我所有會員來參加我的會員對不對 他們我都送他們幫他安裝好 就算我看到熊獅王冠第一紅 我也不會帶會員去買 那老船長他真的有漲 那我跟你講真的有漲 我也不會帶會員去買 因為我覺得夜路走多會遇到鬼 我比較希望帶會員買賺錢公司 我相信我所有會員 他們都睡得很安心 反正我的老師叫我買的股票 他都幫我篩選過一定是賺錢公司 雖然王冠第一紅我再講一次 我不會帶會員去買熊獅 就在這個地方我不會 我不會 但至少你不應該在這邊買吧 如果你有安裝 你會在這裡買嗎 笑死人了 對不對 這叫貪婪 是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課程就是貪婪與恐懼 你要怎麼樣來克服你的貪婪跟恐懼 你用嘴巴講那你就是豬腦袋了 人都會貪婪跟恐懼 誰不會王冠AI系統絕對不會 旺海 陽明 長榮 甚至榮運 全部在王冠第一根紅 照規矩來 這四檔股票都是賺非常多錢的 大買不要怕 真的不要怕 底部啊 那有沒有量 有啊底部爆大量啊 絕佳買點啊 下個禮拜台北股市如果反彈的話 各位你去想 台北股市跌了兩三百點 今天到兩百幾十點最多 結果貨櫃三雄底部爆大量往上攻 那如果台北股市下週有反彈的話 你們認為運輸股會寂寞嗎 我覺得他們已經被對折再對折 已經太委屈了 終究要反映它的基本面 而且技術線型來看 基本面來看 甚至籌碼面 不要跟我講散戶還有啦 散戶都已經不再看貨櫃三雄了 對不對 所以從各個角落各個方面來看 現在台北股市絕對重心 不是在電子股了 在我的AI系統 很多電子股都翻空了 你們要小心 那敢抵抗大盤喔 敢抵我講抵抗 敢抵抗大盤大跌的 居然是股本非常大的 貨櫃三雄 這告訴我們什麼 你回想起來嗎 一兩年前 當大家都不看好過貨三雄 他從底部上來的時候 帶亮的時候 你們不看好嗎 後來一堆人追在天上 細 現在這個歷史 我認為他不會完全重演 因為長榮也好 萬海要回到三百多 幾乎不大可能對不對 但是漲個幾十%機率很大 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完老船長的節目 你就要去思考 為什麼你會去買什麼軍工啊 你會去買什麼旅遊啊對不對 甚至生技股我現在吊住了 而且吊得很嚴重 接下來看怎麼辦 那量人現在都往哪邊跑 往航運類運輸去跑了 錢在哪 量在哪 主流就在哪裡 你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這一次的主流 是從底部紮紮實實上來的 我們不怕 因為我們有安裝王冠AI系統 你之所以會怕 是因為你沒有安裝 你之所以會追到最高 也是因為你沒有安裝 你有安裝 你看熊獅王冠38紅 老船長講過絕對不能買 你今天會這樣子套兩支停板嗎 你去把老船長的話好好想一想 如果在接下來的日子到未來 你要改變你的宿命 我就說你要改變你的宿命 你不要做豬腦袋 你憑什麼 老船長我不知道 你就來這邊 這邊就是頂尖操盤手 沒有貪婪也沒有恐懼 因為它是電腦 你明白了嗎 你只要貪婪恐懼 你最近一定是多空雙八 八死為止 那我是人我也會貪婪恐懼 但是程度可能比散戶要好很多 但是如果我加上我的王冠AI系統 各位觀眾 那這樣子加起來的話 一定勝過Your Teacher你的老師 趕快離開那個金光檔 每天騙你 你不要真的走向歸零高之路 你再來找老船長 那沒有用了 我真的很希望在這個週末假日 你把這個安裝好 你在房間都不用出門 我們業務助理跟你通電話 就可以安裝好 現在科技太簡單 他會電話裡面一步一步教你 很簡單 懂嗎 問題是 你要不要改變你豬腦袋的命運 我是很誠心的希望你 豬腦袋不是我說的 是你的老師心裡眼裡 把你當成豬腦袋 我看不過去 這樣你懂了嗎 五 自己的命運自己救 好不好 現在開始撥打安裝 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做頂尖操盤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最好 會有